好,继续关心有机锐碎蜜香红茶分级评鉴进入了第二年 那么这次入围决赛的60个茶样点,品质水准是难分玄至 除了11面铜牌以及8面银牌奖,备受瞩目的3面金牌奖项 分别是由蜜香红茶届老手的东升、嘉明以及明赫三家来获得 那么三位金牌茶农也不忘分享多金的秘诀,一起来看看 决赛圈内的茶样点,品质水准不分上下一度令评审团难以取舍 最后破例,增加奖项名额 锐碎蜜香农会办理有机锐碎蜜香红茶分级评鉴比赛今年迈入第二年 不仅参赛茶样点比去年增加,这一次淘汰率也相当的低 入委决赛得60个茶样点,品质水准,难分宣制竞争激烈 最后结果,除了是11面铜牌以及8面银牌奖 备受瞩目的金牌奖得主开奖的那一刻,欢呼声与恭贺声不断 像今年的话,小烈烈产就特别多了,所以我们的茶几乎都是在10月底11月采收的 所以它可能果蜜香蜜味道会比较重,所以这一次才会得金牌 除了蜜香红茶界得奖老手东升茶行的年阿端,从事有机蜜香红茶生产管理超过10年以上的名鹤茶园 吴美玉与返乡继承一波的儿子年俊成也开心分享有机茶的理念 明鹤茶园,恭喜 最主要也是说我们就是想做这样的无毒的茶叶 因为有机的茶叶,因为我们也是每天在喝茶嘛 然后也对土地也好一点 明鹤的年俊成希望友善对待土地 而堪称蜜香红茶鼻祖的家民茶园高兆许不讳言 有机茶园的管理相当不容易 说信由农整单位的辅导协助 让茶农能够提供消费者安全健康的茶品 在这个华联县政府还有瑞瑟香农会他们用心的辅导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点数虽然说不多 因为是走精致路线 这样的话最主要是也要让消费者能够认同 东森、嘉明以及明鹤三位金牌茶农也不忘分享夺精的秘诀 事实上瑞士香茶农多数从15年前开始实行无毒农业 营造小略产的自然基地来生产蜜香红茶品 如今农会更以高规格有机认证 推广办理有机蜜香红茶奔级评鉴 不论评审还是与会的长官 会后也纷纷品尝烧烫烫的金牌蜜香红茶的滋味 也希望未来有更多茶农加入有机茶产业的行列 提供消费大众安全健康独具风味的茶品 花莲瑞瑞有机蜜香红茶 战 记者是预览瑞瑞采访报道